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看图说故事一下 之前台股呢 这边红八兵 红八兵 我说他不会跌到这边让你买 所以当做回档修正跟我买 当时你跟我买值得啊 可以创造四成利润 那这台股呢 上去又是红八兵 我也跟你讲过 他不会回到这边让你买 所以当今天回档修正 什么样个股 可以让你产生一个绝对的财富效果出来 请你跟紧一点 多头行情不要怕跌 有跌跟我站在买方 今天送分题 我今天告诉我们的会员 积极的做卡位动作 难得啊 他回档145点啊 这时候不布局 什么时候布局 所以我们今天买了什么股票 买完之后会亮灯 会亮灯 我一再跟你强调 多头行情你的操作态度要积极 一些个股形态刚突破了 第一天起涨发动点 你来跟我买 很容易产生一个现买现赚 工涨的效果 这绝对不是虚晃一招 今天 我们买进了这档 二线光学的哑光 为什么买它 它的测用镜头 是双B跟TESLA主要客户吗 手中都是大客户的订单 业绩一定很棒 目前 今天是一个底部形态 今天有没有带量突破 形态突破了 所以今天现买真的现攻涨停 来看一下盘中的抠讯 10点10分 亚光 车用镜头 双B跟TESLA主要客户 底部行程表现相对强势 我利用今天台股盘中跌了145点 告诉会员 亚光98.3附近买 经过一分钟股价98.1 你自己对时对价 98.3导正硬成交 所以你看到我们盘中 给已婚的口讯有基本面 有技术形态 有价位很明确 你要的就是这种有价值之趣 你才会达到一个 今天买 马上可以亮灯涨停板的效果 今天在10点51分 我还告诉会员亚光 你资金够大 持股部位低的 99块半附近还可以再加码 10点51分 这边再加码 因为我认为它未来走势 会非常强势 有没有机会像值得一样 形态一突破 买完之后 至少四成的空间 你拭目以待 为什么看好 买进还要再加码 你看一下它的周线 亚光从高点回挡到今天 20周出现止跌讯号 因为长虹吞噬 而且今天的一个周KD 黄金交叉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分析 黄金交叉 试试买点 下礼拜21周转折向上力道 会很强 因为它这礼拜20周 就已经率先止跌了 为了行情看月线 你看一下亚光的月线 从高点下来 刚好回挡五个月 五个月叫时间波的转折 而且是长线的转折 所以呢日线周线月线 配合的那么漂亮的亚光 今天利用台股回挡重挫 跟我买 大胆跟我卡位啊 你要的是一个时间 快速的一个 花挥的一个效用吗 今天亚光真的很棒啊 真的很棒啊 中长红啊 中长红啊 那个底部一突破啊 买啊 就是同我 当时候值得买在这个 形态突破的发动点吗 当时候1月12号 值得嘛 形态一突破买啊 买啊 买了冲出去 四成啊 所以这次的亚光呢 一样 今天呢 在一个月线 回挡五个月的时间波的大转折 以及周线出现 黄金交叉的技术层面的一个力道 我认为下礼拜 它的转折力道会更强 日线呢 这是一个底部 基本面 我喜欢股票品质的保证 你放心 所以呢 底部一形成 形态又刚好突破了 今天呢 台股重挫 你在怕什么 今天台股重挫 在跌什么 在跌台积电啊 你知道吗 台积电今天跌了八块钱啊 台积电今天就占 占掉大概大盘15 跌幅的一半以上啊 今天跌什么 除了台积电就跌金融股嘛 所以呢 你应该 你应该 很高兴 今天台股的一个重挫 所带给你的是 非常好的逢低承接时期点 再看一遍 之前洪八兵 回档修正买值得上去试程 这次又是洪八兵 回档修正 哑光有没有试程 还是会更高 我希望我们给你的行情一个架构 你在盘中 可以接收到第一手的资讯 你看一下这种 迅德 礼拜一 我说他获利倍数成长 12月人说年成量力高达56% 形态突破了 买啊 而且我们是把值得卖出的资金 转进训德嘛 很清楚的一个换股的动作 所以我们对汇能持股相当的精简 三档左右 我一定会出掉旧的才会进心的 我不会让你手中 都是满手套的持股 然后置之不理 对你的一个套的持股不理不采 这不是我的风格 这在我的汇能持股里面不会发生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这样一个窘境 没办法解决的 来找我 我帮你精简持股 我帮你火力集中 未来破断行情 你一定看得到也赚得到 所以迅德 礼拜一嘛 82.3开始买 买完之后今天受到大盘影响 回党修正啊 站在买方啊 不用怕 这种基本面你在怕什么 嗯 获利倍数成长的迅德 105年度 整年度才赚2.44 去年前三季就赚了5.04 倍数成长啊 12年收年长率高达56% 有基本面的个股 回党来到一个相对底部 站在买方 逢低承接 风险绝对有限 就像这档电动车的加白玉啊 1月17号 形态突破了买 收最高亮灯 当天分析 比较没什么价值 重点是 当他冲高之后的回党啊 礼拜五啊 还记得吗 跌 我告诉你再买 相信这一段的一个分析的过程 老朋友 老同学很清楚啊 回党修正 谁会跟你分析加白玉 就像今天台股盘用重筹了145点 很多人可能都很害怕 很多人很害怕 面对这样当天重筹的盘势 那是你感觉啊 我的感觉 是看到未来 就如同上礼拜嘛 美国联邦政府 因为民主共和两党政治角力结果 暂时停摆 你怕怕 你怕怕 美国会因此重挫 在他们股市 结果美国股市有重挫吗 美国科技股昨天大涨 创新高7465点 美国的道琼呢 一样创新高26246点 他有因为那个政治性的利空 而回党重挫吗 并没有 多投行情不要预设高点 但是回党下来看支撑 有跌跟我站在美方 我一再跟我的一个宗室观众 然后强调一个重点 你什么时候要看我节目 不是大涨的时候看 只要像今天台股押回的时候 锁定我的节目 上次这边押回了两三天 我们告诉你 我重新布局重新卡位 这一段我怎么低接 我又怎么高出的 重点是押回啊 红八兵嘛 强势多投表态啊 回党修正不买 他继续的红八兵 所以今天下来 你刚已经看到了 亚光买了亮灯 所以今天的加把玉呢 跟上礼拜五的加把玉 如出一策 因为上礼拜五的加把玉 再买 买在43 买完之后 这礼拜 红黑棒 45.1 今天加把玉 9点40分 蹭回党 42块半附近买 利用盘中重重 大盘重重 加把玉 42块半附近买啊 当中价格在42.45 你自己对时对价 42.5 再度的低接 加把玉 一定买得到啊 绝对买得到 这边都是42.5 尾盘42.9啊 今天虽然没有涨 那是因为大盘压抑 一些个股受到影响吗 短暂性的回党而已嘛 你要的是未来 它会不会大涨 大涨嘛 做股票 看一天而已嘛 你要钻波段 你要给我时间吧 一档股票 要产生 一个稳定的报酬率 值得 你不需要给我 一两个礼拜时间吗 一天怎么可能钻市场 是不是 只是说在目前的一个 全球股市 资金动能不予匮乏的情况下 欲小不易 你的操作态度一定要积极 有跌 有大跌 跟我积极布局 强势机油股 这张股票也是一样 上礼拜五 十二亿元收去年度新高嘛 形态突破了 当天可以买 买了当天 收在相对的高点嘛 昨天回党 黑街棒 跌哦 跌下来再买啊 来到相对低档支撑 逢低站在买帮 就像今天台股嘛 回党修正 这张股票 有跌吗 今天这张股票 跌不下去耶 跌不下去耶 你要不要跟我站在买帮啊 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永远在一档股票回党的时候 会告诉你 他未来会涨 你要敢跟我逢低布局 而不是涨了一大波之后 再胡乱去追架嘛 追高有风险你知道 那为什么第一个时间点 你不来跟我买 那不是一个安全可靠的进场点吗 所以呢整一个台股 出现难得的回党修正 我希望我今天所要提供给你这一项活动 你可以好好的善加运用 大盘重做 你来找我合作 那是你的机会 代表你是骄骄人吗 买高票 买低点吧 对今天就指数概念 便宜了145点啊 但是这时候你来找我 不是一个明智之局吗 快要过年了 那感谢过去这一年 很多投资没有的一个支持 真的很谢谢你们 所以我今天特别推出一个 年终感恩回馈 全面二分之一的活动 感谢你们的支持啊 亲爱的老师 今天特别利用台股重做145点 推出这样的一个感恩回馈 全面只要二分之一的活动 你务必把握一下 极为难得啊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又四个人 请订阅ète 先订阅 照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斗户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股务往福利 陈东斗户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现在加入 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 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 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立刻不打 入区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今天台股虽然回档了145点 外资买超力道没有减缓 今天外资买超台股42亿 所以整个台币的一个升值趋势没有改变 外资对台股的一个后市 依然看好吗 外资都敢买了 不然你是在怕什么 江洋庆隆老师给你扣 你是在怕什么 跟我逢低买 我选给你股票基本面都很强 未来都具有爆发力 你看看这档长华科 1月4号 我告诉你 获利大要进的长华科 当天买一样亮灯 因为形态又突破了 为什么要买它 基本面的一个价值来看一下 长华科 105年整年度才赚1.97 去年前瞻季就赚8.77 有没有机会成长10倍 你看一下月营收 月营收 跟去年比较几乎都成长几倍 11倍 去年都入了12月份成长25倍 这是2545% 所以一档个股的获利绩效 是如此的亮丽 股价刚发动了 我一定带你买 如果当时候发动点你没有买 现在回档修正 你要不要跟我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1月是到长华科 我是买在465 465以下就买 买完之后 隔天涨到509 很快 两天的时间30块钱 那当时回档修正 1月10号的长华科 跌到476 可不可以低接 亲爱的同庙 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我会告诉你可不可以低接 你认为可不可以吗 你认为可不可以吗 所以整一个长华科 形态突破 那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这要发动点 465 回档修正 我在1月15号 高中文会员 10点26分 长华科 营收年成长超过10倍 12元营收还高达25倍 当时回档7天收缴止跌 明天有机会 8天转折向上 466附近买 经过4分钟 股价466 你去对时对价 466一定买得到 1月15号 长华科 6548 1月15号 这天啊 回档7天嘛 我认为8天要转折向上 虽然没有极客 马上转折向上 但是他也跌不下去啊 因为这一根红K棒 既然是突破的一个买点 他就是支撑啊 来到支撑当然要逢低买啊 所以呢 466的长华科买啊 包括这礼拜一的长华科 11点37分 往上转折力道相当强 471附近还是可以买啊 经过两分钟股价还470嘛 所以经这礼拜的长华科 礼拜一啊 471还在买 1月22号礼拜一 对 这边买嘛 买完之后转折向上嘛 当天471买啊 买完之后收474.5啊 那到今天有没有更高 到今天为止最高是491.5啊 所以你看到我们对一档股票的 操作层面的坚持 在他基本上 既然是大要进 获利大幅度成长的 有低点我就带你买啊 从1月4号的465可以买吗 下来要不要跟我低接 下来要不要跟我低接 你又打电话进来的 我自然会带你买啊 466嘛 包括这里拜471还在买啊 今天已经来到491.5啊 所以一档股票要赚30块钱 你觉得很困难吗 其实这档长华科 我不是那么想分析啊 为什么成家让关系啊 整个长华科 你自己看一下 我把这个参数改一下 今天才277张啊 我如果持续的分析长华科 会害到会员啊 所以我只能点到为止 对 我本来要扣掉了 默默带我们会员买就好了 只是说我们还是要在店上交代一下 我真的有带会员你们逢低买这档 获利大要进的基友股吗 所以整个持股的一个拿捏 或是分析节目的一个主轴 至少那个中指不会改变 不是基友股 我不会带会员买啊 如果你认为 千尔老师的选股方向 符合你的需求 我的低进高出那个原则性 把会员的口讯拿出来 跟你对时对价 是你的要求 利用今天所提供给你的 年终感恩 全面二分之一的活动 感谢你们的支持跟力挺 既然你们那么支持我 我就会拿出绩效来回馈你们 就是很简单 只要二分之一啊 极为难得你自己把握一下 这档文贸 之前的操作很精彩啊 318我带你卖 1月5号311我还是带你卖 两笔单67块钱 股票高点要会卖啊 跌下来你才有本钱低接啊 不要每次看到一档股票 上上下下都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到头来一场空 还得到一个套牢的一个 不漂亮的效果 这样不好啊对吧 所以卖股票真的很重要 310带你卖 回档7天收缴止跌 255我做接回啊 因为他12元收继续的创新高嘛 基本面OK啊 止跌讯号出来的 255接回文贸 当天260以下直接再加码 做两笔单嘛都在1月15号啊 因为高点 310有卖嘛 差了55块钱耶 当然可以低接啊 再加码 什么时候卖 上个礼拜二270卖出基本单 赚15块钱 上个礼拜四 275卖出加码单 一样赚15块钱 又赚30块钱了 30块耶 这是怎么样的绩效 所以我们的一个操作的理念概念 对于这些高价股 我们目前维持一个 所谓一个价差的一个动作 那价差的动作 所要累积的报酬率 你还是要给我时间啊 我才有办法给你一个不错利润啊 不是一触可击啊 第一档 那个买点 有时候是要等出来的 买完之后 他不经常直线的往上冲出去吗 要一段时间让他涨啊 涨了 我再带你卖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整个文贸 上礼拜四 275我带你卖 今天的文贸呢 剩几块钱 剩几块钱 上礼拜 卖在275啊 今天文贸最低 几块钱 245.5啊 差了快30块钱 可以接回了吗 我节目 昨天 有没有帮你规划的很清楚 文贸 来到什么位置 差不多可以承接了 希望我们事前预告 事后的分析 以及所呈现的一个绩效 你都可以全程来掌握 而不是 比你一样一公票 我们带会员文贸 每一趟都赚30块钱 你看我节目 没贪钱 又了解 这不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宗旨吧 我希望你看我节目 至少可以小幅度的获利啊 不要同一档股票 我们的贪钱 你了解啊 问题是谁 你自己想一想吧 所以会卖股票真的很重要 你看看这档打卖 1月18号上礼拜四 量不够98.2要卖啊 你不卖 你看看今天打卖你怎么办 98.2不卖 今天剩78.1耶 差了20块钱耶 所以高点会卖股票是不是很重要 就是因为高点有卖嘛 下来看是要逢低承接 还是资金转进 下一档强势机油股升上 那是一个很好运用的超凡节奏 而不是高点不卖 赚钱变赔钱 你感觉好 嗯 所以今天台股呢 难得啊 回党修正 那是空手者非常好的机会 之前一直看着盘市 看回不回 下不敢买 啊又上去 又看回不回又红巴兵了 那这次你要不要下定截薪 好好的跟我封低来买 希望你可以做出漂亮的动作 上次啦回党个两三天 我买值得啊 四成以上 今天又回党了一天 我买亚光啊 现买现供涨银 这就是我利用大盘重挫 所带给会员买进强势机油股的利润 所以这档油亏转盈 12云收年转率高达一倍的机油股 形态突破了 礼拜跟我买亮灯 昨天盘中大涨7% 今天这档股票没有涨 回党修正 跌哦 趁大盘重挫再买 这档股票 它跟明天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展览有关心 有关心啦 所以它是有题材的 当然它油亏转盈啊 对 一档股票确立油亏转盈 有时候股价爆发率会相当惊人 我讲过了 有时候它冲出去 它会不等你啊 就通这一段了 会冲的相当快哦 我希望你可以复制之前的模式 所以今天我们利用大盘重挫的145点 再买进这一档 跟明天 一项国际性的一个大展览有关系的 油亏转盈的个股 希望它未来破断利润 你可以掌握很清楚 好不好 那一年过去了 快要过年了 金老师怀着感恩的心 感谢很多同学们的一个支持啊 我才有办法 节目是越开越多嘛 所以今天特别推出 全面二分之一的感恩庆祝活动 就只要二分之一啊 感谢你们的支持啊 希望我今天所推出的这样的一个 二分之一的优惠活动 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时机 因为今天台股好不容易压回修正 盘东重做145点 这时候你来跟我合作 你来找我 绝对是明智之局 希望你可以大胆的付诸行动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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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